再來,地名就是跟吳英祖老師電話傳統 加名運用到當風水白的吉卡 讓傳統的油味充滿到特色 這回吳老師在夏林玉英文教基金會贊助之下 來到中華館立美術館基盤個店 頭部驚頭,帶鄉親來去欣賞這個山林的草花之味 吳英祖老師的油味個店正如報在河 八點到吳老師二位都會將立位鑽如芬 從生活裡面找出他要的元素 然後著手去畫出來 讓我們感覺非常的侵異 非常的親近,非常的大自然 所以大家有空的話歡迎大家來看 相見桃花眼 這樣一個繽紛的感覺 有藝術、有美感、有顏色、有色彩 真的是相得一張 吳英祖老師說,傳統的油味讓人用是大大 是料理到很高的感覺 不過他的作品算是增加了當風水脈的元素 雖然是抽象威,但是每一把創作 可以讓觀眾們很容易收到作品最大的團隊意涵 我們一般在看油畫的時候 可能因為大家習慣上把油畫畫得很厚重 那我這一次是應用我們所謂的水墨畫的 因為我曾經有過水墨畫的學習 把水墨畫的比調、比觸跟西方的印象派做一個小小的結合 那這個結合呢 所以你們如果各位來看我的話 我會看到有很多的比調、比觸的變化 有輕有重 有輕有重 吳英祖老師的作品不用用很多心思 走進去電燃燈裡面 馬上就可以感受山脈、火燒雞米 十二月二十五號的開幕電 吳英祖老師將會在現場導臨 將每一百度的意境做上昏的團隊 大專新聞 聽相講話 蔡航寶東